工作子Book4207的第六題 有一位同學將電動細 EMF2V電池串聯一個可變的電阻 和安培計 他便知道安培計的電阻是1.8Ω 當他改變R的時候 他便有不同的電流數值得到 於是他便嘗試圖畫一個1Ω電流的線圖 在Y軸、R軸、X軸 便得出一條截距是1.5 而斜率是0.5線圖 以這裏的資料便要求電池的內電阻 首先我們要明白 條題目已經很清楚 講明給我們聽 這個電池是有內電阻的 我們首先要定義一個細階R 即是情況可以看成 主電壓有三件有電阻的東西 是會去分享2V電壓 分別是第一件內電阻 然後另一件是可變電阻 第三件是安培計 你可以想像 總電壓 其實2V電壓 等於電流乘以可變電阻 加安培計的電阻 再加內電阻 而它提供了2 是等於I乘以可變電阻 是變數 而安培計的電阻是1.8 而這個電池的內電阻 雖然不知道 但亦是一個常數 同學要知道 這題目裏 這個電池的內電阻 是constant常數 如果是這樣 題目裏剩下一個變數 就是I和R 即是使用不同R值 就會出到不同I 所以才會有這個圖 為了配合 能夠看到與它的關係 我們會看到 它是將1 over I 做Y 軸 所以將一條公式移動 就是2 over I 就是移動它 等於大R 加1.8 去加R 然後我們再做下去的話 就會是1 over I 等於R除以2 去加1.8 加R除以2 這個數 好了 我們做一個比對 比對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和數學上 典型的公式去比較 就是黃色這個部分 1 over I 這個部分 就好比我們的Y 軸 而這個呢 X這個變數 這個X的變數 就是R 傳統來講 這個MX加C的M 即是說 2分之1 其實就是斜率 斜率就是2分之1 然後這個 所以在圖裏面都看到 斜率是2分之1 接著 而這個後面這一節 其實就是Y 軸 就是Y 軸 這一段 就是Y 軸 這一段就是Y 軸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Y 軸 在這個圖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Y 軸 軸是1.5 即是這一部分 就等於1.5 即是1.5 就等於1.8加R除以2 即是3 就等於1.8加R 於是電池的內電阻 就是1.2Ω 這題其實是涉及到 要懂得設定一條公式 以及跟典型的Y 等於MX加C 的數圖去做一個比較的 就等於1.8加R除 到1.8加R除 3.8加R除 2.0加R除 3.0加R除 3.0加R除